内脏脂肪竟是头号健康杀手 会有可能有这种脂肪肝 你可以要去专门做检查 万能减脂餐公式 如何边吃边瘦 我觉得是不是根据体重来 这个得根据你的体重 不吃晚餐减肥 体重反弹惊人 但是晚餐没有吃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这些食材变佐料 让你相见恨晚 小艾老师带来的这些佐料的推荐 太出其不意了 家屋室的主人 今天为您解答 我是蔡子 我是王小亚 江苏卫视家屋室的主人 专门为年轻妈妈打造的栏目 每周一至周四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 如何做健康 聪明 自信的妈妈 来家屋室的主人 和我一起做有温度的女人 做智慧的妈妈 看江苏卫视 做家屋室的主人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 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 方泰智能升降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 幸福呈现 我们在生活充满阳光 你怎么又在洗菜呀 今天早上吃的青菜 中午吃的青菜 晚上好不容易能改善一下 我发现你现在每天都在洗菜 你是兼职后厨了吗 我可没有让你打这份工 我没有额外的工资 你以为是给你洗的 这都是我的饭菜好不好 这是我今天一天的饭 健身减脂的平台期 我需要突破一下 健身 你在吃减脂餐 对呀 我这个也是减脂餐 要不要尝一尝很香呢 你不要诱惑我 鸡胸肉 你这个减脂餐呢 就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那么难吃 我这个减脂餐是美味又健康 不可能 我跟你讲 这种热量极低的食物 你吃了之后 你想想 不就是说要保持我们摄入的 要比我们消耗的要少吗 这个你就相当于没吃 好吧 反正一会儿我们要来很多朋友 先让他们品尝一下 我们各自不同的减脂餐 然后再让他们来评判一下 好不好 好呀 快点来吧 他们马上就到了 我告诉你 我这个绝对比你那时候欢迎 他们马上就到了 你这真麻烦 洗这么多菜 我要洗干净 欢迎大家 哈啰 欢迎来了 大家好 欢迎 来来来 请坐 快坐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四卫视 首档位8090后新一代妈妈 打造的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务师的主人 我是蔡子 大家好 我是小亚 她现在没有品质生活 大家可以不用理她 好吧 这也是一种精致 来来来 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有品质的各位嘉宾 这位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在减脂的道路上 一路寻寻觅觅摸爬滚打 然后最近终于找到了一点方向的姐姐 嗨 大家好 我是一个美食家小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减肥18年从未停止的谢达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健身教练张春龙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 首先进入到我们嘉务师的树洞环节 一到换季的时候 就浑身秒变沙漠皮 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一只到了褪皮期的蛇 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当然有啊 因为秋天气候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要及时地补充水分 比如说早上起床后呢 我们就喝一杯水 这样可以就是补充夜间体内蒸发的水分 同时也可以清理我们的肠道 只有水分充足了 我们的皮肤才会光滑 来看下一条 我们家所有的纸巾都是黄色的 因为我妈妈说黄色的是原色竹浆 没有漂白剂 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误区的 因为很多我们平时生活中 会有白色的纸巾和黄色的纸巾 对 那其实白色的是用这个原木浆 那黄色的可能用的是节感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它们只是原材料不同而已 那我们在选购纸巾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一个闻一下有没有异味 另外一个看一下它的柔韧性好不好 那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选购纸巾的话 我觉得会更准确一些 每次看到别的女孩子穿连衣裙 我都非常的羡慕 因为明明不是很胖的我 却有着特别圆又厚的肩膀 就只能穿一些宽大的衣服遮掩 家屋是如何帮帮我能够把自己的肩膀瘦下来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不运动就会造成我们脂肪下垂或堆积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 可以经常去做一些我们肩膀的伸展动作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天鹅壁 一个女孩如果有你这样的肩膀 过去她就 对可以这样做 在家里面自己飞 坐着就坐 对 而且你想你连续做一分钟 你的肩膀瘦很酸 你这一定用算得飞 我已经开始酸了 还可以再做一个宽肩的动作 比如说扩胸臂 像上的 这可以练到你的上小肌的后数 通过这个动作去练 对 好 谢谢大家的回答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上 跟我们时刻互动 对 小娜真的吃了好几天的草了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减脂 你就是要多吃一些蔬菜 但我不觉得它有点夸张 它其实是很匀称 很适中的 你为什么要减肥呢 为什么要去减脂餐呢 没有 我告诉你 就是现在已经全家人都在减脂了 因为我听说有一个数据表示 说是什么 如果标准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的话 那么肥胖的死亡率就会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七点减 所以我觉得还是提前一点 未雨绸缪一点比较好 所以你是怕自己越来越胖 你其实是在维持体重 我身边其实还有更多的朋友 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才是真的是需要减脂 因为他们已经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出现什么糖尿病 高血脂 高血压这样的情况 已经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 对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应该战教练 应该有很多这样的人找上门去找你吧 有 首先第一个是我身边的同学 我们说的就是毕业十年后的一个身材对比 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就是肥胖了 三十岁的样子 有胆固醇 高血脂 高血压这样的问题 对 然后找我锻炼 我有一个邻居他就比我大个四五岁 然后但是他结婚很早 但是他真的是从小就很胖 就是二百多的样子就是肚子很大很大 肥胖然后就是不能怀孕 所以说就是对他身体的影响非常大 然后他也事后尝试了很多减肥的办法 然后我就经常说 哇真的肥胖好可怕 尤其对女生来说 你胖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可能真的就是你身体很多的这个功能都不好了 其实对男女来说 小爱老师 就是说这个肥胖确实是 影响我们健康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是年轻化的趋势 那确实呢就跟我们的饮食有关 我们的导演组呢也是背着我们 我今天才知道 偷偷做了一个统计 统计我们昨天一天都吃了什么 怪不得他们给我们发微信 说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 晚上吃什么呀 这个我不怕 对 原来呢他是在统计说 我们在昨天的时间里都吃了些什么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小鸭吃的太简单了 有没有发现 其他人好像都还挺丰富的 天哪 生命就是一个从凡到减的过程 所以你看 我们既然说今天说减脂餐对不对 我们要健康减脂 所以说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自信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请战教练 从这个专业的减脂的角度好不好 不要从美味的角度 因为不然美味我肯定第一名 对不对 怎么可能 然后从减脂的角度来 给我们每个人比个分 好不好 然后看看我们每个人 在昨天一天当中 这个减脂餐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水平 好吗 好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代忌食的 魅力厨房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态智能生酱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幸福呈现 我有15分 我有15分 只有6分 他晚上吃的麻辣火锅 对啊 我是吃的最惨的人 为什么我的分数也最惨 因为营养数量不均衡的 对 均衡都一样 都是属的啥拉 那只有维C的收入 你没有蛋白质和水分 还有碳水化合物 还有油脂 我们就从那个分数最低的 开始说起 好吗 来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人体应该每天 收入八样不同的食物 八样 首先有碳水化合物 脂肪 糖分 维生素 水 还有散热纤维 是这样的八样 等等的这些东西 因为你刚刚说八样 我觉得它有八样 因为它是什么 菠菜 青菜 西红柿 黄瓜 然后那个茄子 羊蜂 你们没听到吗 刚才教练你说那前三样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简直来讲 那是大敌 碳水化合物 脂肪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哪一个不是让你胖的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得到一个营养的充分吸收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脂肪会囤积在一起 然后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消耗 你首先先消耗的一定是你的水分和你的肌肉 当你的肌肉消耗的越多脂肪就囤积的越多 所以你的这个饮养你的这个餐饮的方式是错误的 没有营养的 营养的 基本上 对 它这是什么 水分消耗太多 它这个是蔬菜摄入太多 就是它只摄入了维生素 那第一个说营养不均衡 那如果长期这样吃的话 它会怎么样 首先是这样的 就是你的胃会吸收越来越不平衡 然后你的脂肪和肾之间 因为肾是过滤东西 脂肪之间是给你吸取营养 但是你的营养只有单一的一项 所以你的营养功分也不充足 所以你就会人会越来越消瘦 但是你瘦的没有力气 你会贫血 然后你容易滴血糖 女生特别喜欢这样吃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他吃生的 女生有的时候不爱吃生的 就是白煮 他们就会开水煮白菜 开水煮青菜这样的 然后就可能比如说吃几天 然后就真的会迅速瘦下来 对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女性也是太好的 对女性来说的话 首先第一个会造成体寒 它会造成女性的一个生理周期不正常 因为会打乱她的内分泌 所以女性是特别需要这个脂肪和这个蛋白质 还有碳水的 特别是蛋白质 那为什么菜籽得了分那么高 晚上吃麻辣火锅这个太不健康了 首先是这样 在调味料当中去克制一点的话 其实你吃这个火锅也是OK的 可以吃清淡一点对不对 我一般就不蘸料 我就只是就吃点那个本味就可以了 对 涮菜 但有点辣你可能不行 是吧 我们可以点鸳鸯锅 好吧 你吃这个 我告诉你 还有比你分数更高的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谢达同学 我这个为什么就这么低呢 晚餐没有吃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点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话 她的那个不够她一天所消耗的 不够啊 你消耗就会大 所以她的胃的蠕动力 包括她肠胃所需要吸收的营养的时候 晚上需要吸收的营养的时候 她没有 那我们再来看看杰杰这个吧 她这个简直了 她做什么比我们高这么多 她比我和谢达加起来分数都高 她是接近一个完美的吧 首先这个是粗粮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苹果水果的话就是有维生素的摄入 还有纤维素 对 纤维素的摄入 对 然后呢 午餐的话呢 它是牛油果 牛油果属于优质脂肪 植物类的优质脂肪 三药蒸蛋糕就是炭水化物和蛋白质的摄入 对 然后还有脊胸肉 然后晚餐的话呢 就是蛋白质的摄入 包括膳食纤维的摄入 还有那个除纤维的摄入都有了 搞了半天我吃的那么少 受了那么多醉 还不如她这个吃那么多的分数高 所以减肥其实并不是饿出来的 它是要吃饱的情况下才能去减肥的 吃出来的 对 所以像其实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一个很胖的人 大家刚才就说胖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困扰 我从小就特别费裤子 经常破掉 可能你们没有这样的经历 我从小就特别费裤子 特别费鞋子 然后一直等到我大学里面就开始研究减肥的技巧 减食餐 对 一开始就开始饿 然后我觉得饿确实能受 但是后来 你看你还处于减肥的初级节目 对 你就开始抑制你的食欲之后 你就会疯狂地想吃 然后就会 是吗 对 然后你吃了就很容易反弹 因为你其实饿掉的是水分 我原本其实没有人会相信说你吃饱了还能瘦 但是当我发现吃正确了之后 瘦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吃正确很重要 明白 对 一定要就是所有东西都搭配好 然后去按照一个减脂的菜谱去吃的话 那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减脂的目的 包括要配合一些适量的运动 虽然说我现在不是特别的瘦 但是我之前比现在真的胖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姐姐给我们带来的照片 好不好 看看姐姐以前长什么样 其实照片里面 照片里面我大概在两百斤左右 你还没把你的就是颠峰状态展示给悟空 完全不想拍照那个时候 所以后来我下定决心减肥 到现在大概是一百七十斤 就是在 你减了多少斤 减了五十到六十斤这样 减了个五 所以我现在虽然不是很瘦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看 就是真的是实践出来的一个真知 而且她现在也在 你看昨天的餐食是这样 所以她现在也在一直延续着这样的 就是减脂餐的这种配比 对 所以我这种一日三餐只吃蔬菜 真的是一个大大的补区了 好 但是我就发现 我们吃点什么减脂餐还可以 你吃什么减脂餐 你都那么瘦了 你应该吃这种什么增脂餐 不是 我觉得脂肪和胖瘦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的脂肪可能是在外面能看出来的这种肥肉 但是有的脂肪叫做内脏脂肪 我做过一期节目 那个内脏脂肪就是说其实受人 也有可能你存在很多的内脏脂肪 你也有可能内脏脂肪比较高 会有可能有这种脂肪肝 你可以要去专门做检查 而且内脏脂肪和你的体型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但如果比如说你有内脏脂肪以后 其实会影响很多你的身体的健康 而且你会很容易免疫力非常低 也很容易得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那比如说你说这个内脏脂肪 是必须要去医院去做检查才能查得出来的吗 还是有没有什么方法 今天我们给大家就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板子 我们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提示来自测一下 然后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内脏脂肪 和我们能够肉眼可见的这种皮下脂肪的区别 好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些食材变佐料让你相见恨晚 小岸老师带来的这些佐料的推荐太出其不意了 家务室的主人即刻为您揭晓答案 健康体型就是这种看起来上下 很匀称 很匀称 然后脂肪堆积了以后会出现 梨形肥胖和苹果形肥胖 梨形肥胖 郑教练是不是就是说 整个腹部囤积的这个脂肪比较多 内脏脂肪的堆积和皮下脂肪的堆积 这个区域 梨形就只是这底下 核心区域 苹果形的话就是躯干区域 上半身 那这个跟内脏和皮下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吗 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第一个你看梨形肥胖的原因 首先它的内脏脂肪偏多是在于我们的肠道 我们的血管 包括我们的比如说胃里面 或者说是肾里面或者肝里面 这些东西 那再往上走一点 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血管往上心脏里面 天哪 那很可怕 都会有脂肪 都会有脂肪的堆积 包括甚至我们的肺炎里面都会有 那会觉得说这种内脏脂肪的堆积 除了我们饮食摄入之外 你们觉得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吗 就为什么它会胖这一块 为什么那就是吃的多了 然后平时不运动 是不是还有跟吃饭的时间有关系 比如说有很多人上班族 经常早上不吃早饭会不会有这样的关系 对 不吃早饭 或者还有就是吃夜宵 对 而且我会觉得可能是不是跟现在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有关系 因为我们没有需要那么多的体力劳动了 很多人其实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就坐一天 是不是脂肪吃完饭以后就坐下来了 就所谓堆积就是越坐越堆 都堆在这儿了 我们还是可以看这个体型 天哪 离形肥胖的话就是做出来的 苹果形肥胖就是半躺式的躺出来 就这样躺 那我们得好好做 还有这样的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身体并不是特别的重 但是如果他呈现出了这种肥胖的这种身形 人的话 就说明其实他的可能内脏脂肪比较高 他也需要吃一些这种碱汁餐来调理一下 那么究竟碱汁餐怎么做怎么吃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简单的公式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给大家列举的一个万能公式的一个方式 怎么去计算你吃的一个刻度 首先从早上开始看 主食是90到110克 对 我觉得是不是根据体重来 这个得根据你的体重 比如说是110斤到100斤之间 这样一个体重去计算的 然后肉类的话 肉类的话是每公斤体重2至3克 每公斤体重2至3克 比如说我45公斤 45公斤那就90克 但是晚上我们一天很累了 晚上只需要你补充一点 晚上你不需要动 除了你去健身 晚上如果说你不去动的话 那你用输入的就是相当于稍微少一点 所以简直餐其实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晚餐要吃 但是可以不吃主食 对吧 好 所以就是你根据自己的体重去设入你的食物的刻度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简直餐的万能公式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家务市的主人的微信公众号上 然后回复我们今天这个简直餐 也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个公式了 好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烦恼 就是很多外面的简直餐 因为现在那个外卖很丰富 你其实可以点的 对 什么青石 对 你是可以点的 特别好看 又漂亮 然后你还会觉得特别好吃 你看这个 但是你没发现吗 就是网上看到的和自己做的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我曾经也尝试着做过 这个不是我做的 但我曾经尝试着做过 还不如这个呢 还不如这个 对 就是自己做的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好看 然后自己看上去就没食欲 没食欲呢 你就要强迫自己那个意志力把它吃下去 但是你又觉得不好吃 所以就很难坚持 是啊 我有一个提案 就是可以为你们的简直餐增涩不少 真的 是啊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些沙拉 和那个搭配沙拉的调料 就你们就会发现同一碗蔬菜 打出来的味道和能量都是不同的 哇 来 有请小爱老师 现在呢 我这边准备了很多酱料 然后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或者觉得怎么样美味 然后选一份 然后可以拌起来吃 好 每人选择一盆 一盆 然后这个 我可以先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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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选酱吗 我可以不选酱吗 我就可以这么吃 我选这两个吧 好 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做那个蘸酱 对啊 我跟你讲 就这种菜加上一点花生酱芝麻酱 然后出来之后就跟我妈妈 给我做那个凉拌菜的感觉一样 但我觉得沙拉酱也好好吃 你闻一下 香不香 这个沙拉酱就是 诱惑的味道 它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 吃沙拉用的沙拉酱 天哪 我这个好好吃 好 有醋汁 热量又低又好吃 我想看看 湛教练你选的是什么 我没有选酱 你没有选酱 对 因为我喜欢吃食物本身的味道 明白 所以你是没有选任何的佐料 明明我们这里有可以选择的 对不对 那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选择了一个 自己的沙拉酱 好像小爱老师 是不是今天你好像给我们挖了个坑 你就说这个坑是啥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各位爱吃的调料 到底有多少热量呢 油醋汁 好 先看看你的油醋汁 先看看我的油醋汁 你可是一个简汁餐小王子 对 所以我选的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你要是你没选对 那真的 我这个是68 68 我选的是 大家都经常会选的千岛汁 因为它味道非常好 还有 475 哇塞 天呐 天呐 菜子你输了 来了个更高的 600 更高的 不是 还敢吃吗以后 那我这两个要 芝麻酱和花生酱一起接下 要把它们加起来吗 592和595 那就1200 哥哥哥 酸奶 酸奶应该还好 都说我瘦 看我打开 61 哇 比我这个还低 对啊 很低 所以你看很多人真的每天都吃沙拉 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办公室的时候中午呢 不去食堂吃饭 因为为了减脂 他们就会从网上点那种沙拉的 青食 但是他们就会配酱 结果就是吃了很久 好几个月 每天中午都这么吃 没有任何变化 原来是酱里的热量 太高了 所以小艾老师的提醒非常重要 赵教练 你这么聪明都没有选酱 没有选蘸料 能够我们具体讲一讲 就是不同的蘸料 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的脂肪控制其实是不好的 首先我来说这个花生酱跟芝麻酱吧 首先花生它本身是可以炸出油脂来的 包括芝麻也是可以炸出油脂的 所以它在这个沙拉酱里面热量是最高的 平时这个绝对是不会出现在我的食物里面的 然后这个680这个 然后这个沙拉酱 这个沙拉酱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你们会觉得吃上去腻腻的感觉对不对 但是很好吃 甜甜的腻腻的感觉 对 它有很多合成油在里面 合成油 然后还有糖分在里面 还有糖 对 所以它的热量也是比较偏高的 所以我这个是很多健身人士 都会用的酱汁 对 就是在我的 就是减脂后期 我实在是就是蛋黯无味了 我会吃醋 我会用醋去调我的食物 那我这个呢 然后它这个酸奶酱 其实酸奶如果说我们自己做酸奶的话 自己就是调制出来的酸奶的话 它热量还好 还是比较低的 就可能比它还要低 那如果说我们市面上 直接买一罐酸奶 直接倒进去这样配的话 它每100克大概有200多卡通里吧 因为它糖分高 糖分高 明白了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们这么多沙拉酱的话 又想保证它的口味 又想能量低 可以选择酸奶酱或者是那个油醋汁 对 是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推荐给大家一个酸奶酱的制作办法 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 一 自制酸奶酱 酱料永远是沙拉的灵魂 而能将低脂与美味兼得的酱料 非酸奶酱莫属 洋葱切碎 倒少量橄榄油下锅 煸炒至变色 洋葱具有抑制脂肪堆积 延缓血糖升高的作用 番茄切丁 与洋葱一起倒入发酵好的酸奶中 搅拌均匀 最后放百香果和柠檬汁调味 也可直接放在沙拉中 口感更分明 自制酸奶酱 味美不发胖 冷藏味更佳哦 哇 原来就是这样制作的 所以更健康了 对 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当中 两位的厨艺比拼 谁先来 我先来呀 那就让让你好了 就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 太暖了 太暖了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 你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给大家煎鸡胸肉 那接下来的两位就要从面前的这些菜当中 挑选你认为最适合做这个剪汁餐的材料 嗯 那谁先来呢 我觉得这样吧 省得看起来像我欺负你一样 我们石头剪刀布好不好 可以啊 我出石头你出剪刀行吗 行啊 石头剪刀布 你真的出剪刀了 好 那我先选 好吧 我要选鸡胸肉 两盘都选走啊 都选走啊 然后我要选一个柠檬 一个西兰花 放这里吧 好了 选好了 可以了吗 你选好了吗 选好了 那剩下的你都端吗 那剩下的都归我了 行 因为这些我不会切 但是就是是不是可以留一块鸡胸肉给我 求求我我就给你 求求你 好的好的 我就是这么大方给你 你真好看 那我们就期待两位给我们带来的剪汁餐 那从达达开始好吗 好 好 我们现在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第一步拿起刀 我已经做好给你做小工的准备了 第一步拿起刀 然后呢 然后我要开切了 你切啊 对 我切 然后现在我要开始把这个鸡胸肉切成薄薄的一片了 相信我 你们别害怕好吗 我没有害怕 因为我们看着就只有担心 对 怕你切到手 不会的 相信我 我可以的 就切薄 切碎掉 然后切得好看一些 赵教练为什么就说就是所有的减脂餐 包括很多健身的人 就都要吃那个鸡胸肉呢 鸡胸肉呢 它也是在优质蛋白的一个行业里面 而且也比较便宜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它 买它 西兰花 所以你要选这个 对不对 因为考虑到小雅哥最近比较喜欢吃草 对 给它弄一点 然后菜子鞋 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说 帮我开一下火 谢谢 可以 我们先小火 来 先 好的 三 然后我现在开始直接倒掉的油 对了 不是这样 轻点 你这是 这跟小时候下饺子是一样的 好了 听说别紧张好吗 有没有香味 有 闻到了 但现在是不放任何调料的是吗 对 好香 马上就好了 鸡胸肉快好的时候放两个西兰花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正好那个西兰花 可以用鸡胸肉煎出来那个油是吗 对 保证它的原汁原味 然后营养不流失 对 好的 马上就要开锅了 然后大家马上就可以吃到了 切两片柠檬放上去 然后把这个汁就可以 打在上面 打在上面 然后最后一步呢 要放点这个 胡椒 胡椒粉 黑胡椒粉 好的 那我做的这个香煎鸡胸肉呢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边吃边请小爱老师 给我们评价一下 就这样的做法科学吗 适合减脂吗 这样的搭配原则上来说 也还是不错的 走了吗 因为它是混酥搭配 有碳水和蛋白质 来 给其他嘉宾分享一下你的快乐 你们真的 一定要尝一尝 我告诉你们 好 杰杰 你有没有信心超越它 绝对有 来 欢迎杰杰 挺好吃的 比菜子那些最多好吃多了 对 但是比菜子那个好吃多了 好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你的身上 没有问题 杰杰同学 加油 加油 没有问题 今天你要做的 你也是要用鸡胸肉 作为主要的烹饪食材 对 但是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呈现这个鸡胸肉 而且是一个比较简单 懒人的一个方法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锡纸 在烤盘上面铺一下 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来铺蔬菜 打个底 然后在我们准备的这些蔬菜之前 我们先要把鸡胸肉处理一下 因为鸡胸肉需要腌制一下 嗯 然后我们还是取一段锡纸下来 小心 小心 放在旁边 然后这个鸡胸肉 我们拿在手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薄厚不均匀的 我们要把它片一下 片成一个薄厚均匀的一个状态 哇 从中间片开 哎呀 刚刚谢达 好像也做了这一步 谢谢大家同学 来来来 学习一下 来来来 我也是这样切的呀 然后这样的话 哎呦 你不是 这样的话这个鸡胸肉 它其实就是一个薄厚均匀的状态了 对 这样的话我们去烤箱 去预热 去加热的话 它会就是一样熟的 好 我对你放心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锡纸上面 然后放一些盐 少量的盐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撒一些黑胡椒 包括其实我们刚才有用到这个 有点 没事 我们可以抹一下 把它抹均匀了 盐和黑胡椒抹好之后 我们就其实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腌制了 然后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 我们有这个 苹果碎 或者柠檬碎 对 所以我切一些小苹果碎放在里面 好 为什么要做成碎呢 因为我们需要的是它的味道 而不是它的这个苹果本身 丰富一下这个鸡胸肉的口感 然后把它铺在这个鸡胸肉的表面 哇 苹果碎鸡胸肉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胸肉包起来 放在烤盘的中央 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每天 除了补充这个蛋白质以外 我们还会需要补充一些纤维素 其他的一些维生素 维生素之类的 我们烤一点香菇吧 对 我们可以烤一点香菇 香菇好东西 味道特别好 对 而且香菇自带那个 香菇就是那种鲜味 对 那很多现在那种调味剂 其实就从香菇里 提取出来的那个鲜味 那我们切下来这些香菇碎 其实可以在 也包在鸡胸肉里面 去腌制这个鸡胸肉 或者丢在旁边也可以 然后这个就是放在旁边就行了 对 然后我们这个也不要浪费 就直接先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再切一些洋葱 洋葱烤过的 就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洋葱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变得更健康的食物 酱三糕 最外面这一层 我们就把它放旁边不用了 然后把它剥开来 剥成这样的洋葱圈 洋葱圈 对 是这么烤的 对 直接把它铺在这个表面上 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再放一点这个青红椒 红色的点缀 最后我们在上面刷一层橄榄油 然后放进烤盘烤就可以了 好 好 不用特别均匀 就上面稍微抹一下就可以了 这么随意 对 不用抹得非常均匀 只要让它有一点油脂就可以了 然后烤出来的话 颜色也会更好一些 然后我们最后就是把它放进烤箱 180度 烤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具体的时间 就根据我们鸡胸肉的大小来决定 好 我们这个差不多就是15分钟 15分钟左右 好 好 起动 好嘞 杰杰呢 他不愧是在这个剪汁的路上 一直在奋斗的青年人 一路路爬滚打 所以今天好像除了这个之外 你还给我们带来了好几个 就是那种懒人剪汁餐 是不是 也是用烤箱完成的 对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剪纸路上能找到的一些 很好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秘一下 二 烤箱剪汁餐 烤豆腐 豆腐切大块平铺在锡纸上 将橄榄油 黑胡椒粉 孜然粉 花椒粉和辣椒酱搅拌均匀 把酱料涂抹在豆腐上 静置十分钟 使其充分入味 放入烤箱180度烤十分钟 再刷一层酱料 继续烤十分钟 一道省时健康的烤豆腐 就完成了 鸡腿烤石书 鸡腿去皮后划刀 用料酒 老抽 盐 姜末 搅拌均匀后腌制二十分钟 西兰花掰成小块焯水 彩椒洋葱切块后摆入烤盘 在蔬菜上刷一层酱料 送入烤箱200度烤十五分钟 定时结束拿出烤盘 放柠檬片和西兰花 继续烘烤五分钟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鸡腿烤石书 简直档也可以尽情享用哦 好 我们已经闻到香味了 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小心烫 可以了 慢一点 时间到了 好香 好香 我看到了 很香 换你走 我来关 原来烤盘是这样 还是很有食欲的 有些颜色变得更鲜艳了 对 我觉得因为它上面有抹了一点点油 所以我觉得可能吃起来会挺香的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鸡腥肉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小心烫 好 我们这个鸡腥肉经过烤了之后汁水都已经出来了 给大家品尝一下 小心 好 小心 小心烫 来 我们来对比一下 怎么这么好看 来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这个肉吗 首先从香气上来说就已经完败了 我们可以大家先品尝一下 因为我们说了碱汁餐确实它比较低汁 但是重点是它一定要美味 所以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好不好吃 快来 真好吃 快来尝一尝 真的 可以吃下那个蔬菜 烤香烤出来原来那么好吃 对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煲了锡脂以后 它不是纯烤 它其实有蒸的成分和煮 因为它那个汁全部煮出来了 它其实是在里面这样加热的 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口感会很细呢 很好吃 对 不过像那个那么柴 原来碱汁餐可以这么美味 我那些什么吃草的经历真的是 让你的心情多么的难受 都白费了 对 我们要在愉悦的这个心情下 然后以积极的心理状态 然后去进行碱汁 对 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包括我们刚刚介绍给大家的谢达的这个 以及我们刚刚在那个视频里 然后姐姐推荐给大家的这些 这种用烤箱 然后做出这种美味的简直餐的方法 其实都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 对吗 没错 然后我们也真的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用正确的方法 去让自己拥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 对 接下来遇到了我们的家务室的思想时刻 接下来将会由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家务室思想时刻 红烧肉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一道不可拒绝的美食 嘴里咬着一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 想起来也是非常的美味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都不敢去吃红烧肉 因为觉得油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就请了一位大师来教大家 如何做一道无油无水的红烧肉 接下来大家看一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朋友们来到家里做客 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还带来了这么多美味又健康的减脂餐和减脂的方法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 去获得健康的体魄 然后轻松减脂拥有好身体 拥有美丽的心情 好 想品质生活做精致的家务室的主人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妙招 想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惑需要我们一起来解决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 微信和小程序 搜索家务室的主人 和我们进行线上的互动 是的 在江苏卫市每周一到周四的傍晚 我们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 记得要来哦 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 奇葩养生法大揭秘 打鸡血原来曾是一种保健法 打了鸡血 这样的吃法等于在吃披霜 这么吃真的会中毒吗 黄奇人参竟然也能吃出病 到底有何玄机 每天八杯水竟然也是养生谣言 醋泡一切的养生法是否真的靠谱 家务室的主人下期为您解答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